现在就是信息战的时代 在各种媒体快速发展的时候 人们可以通过各种渠道 听到各种各样的观点 这些观点在影响着我们的文化 影响着我们的价值观 影响我们对事件的判断力 也就是说信息战存在的意义 是在影响我们接收到的信息 从而影响我们的想法和观点 这些信息战不一定像是在电影里面演的那样 惊心动魄 而是在你毫无意识的时候 已经细密的穿插在我们的生活当中 穿插在每个人日常交流的对话里 穿插在你的手机电视电脑 以及各种获得信息的渠道里 18岁的勇敢少年凯尔·里腾豪斯的案件 牵扯着每一个人的心 在这个案件里面 他为了保护自己的生命 在千军一发的关头 杀了两个要取他性命的暴徒 但是你在新闻上看到的不是这样 他被塑造成了一个恶魔 一个白人至上的极端右派分子 不仅是他 包括公平审理案件的法官 也成了左派一起炮轰的对象 我看不见到任何人可以说 你如果不了解这个案件 就看电视听他们这么说 你会不会觉得这个法官就是有问题 这是一定会的吗 当一群人都用斩钉截铁的语气阐述同一个观点的时候 你就是不会产生任何的怀疑 尤其这些人还是这么大的电视台 有头有脸的主播 他们会说谎吗 我不能保证他们不说谎 我只能保证我自己是诚实的 在这里给大家推荐一个保守派基督徒的良心企业 Niji Nils的指甲油 接下来的一段时间 相信大家都会和很多的朋友一起见面聚会 一双干净漂亮的手是不可或缺的 不需要耗费巨资 浪费时间去找美甲师 只要购买Niji Nils的指甲油 自己在家里也能够打造梦幻美丽的指甲 Niji Nils专门生产Turn Free材质的指甲油 是指甲油行业中的天花板 安全到小孩也可以用 只要登陆网站NijiLA.com 就会意见你最心动的颜色 为了感恩机的到来 Niji Nils也专门设计了礼品套盒 自用送礼都是棒棒的 AI News的观众朋友 在结账的时候 只要输入折扣码AI News时 就能够享有九折的优惠哦 好 下面让我们回到节目当中 左派最喜欢拿种族肤色做文章 因为他们知道 在美国这样一个文化大熔炉的国家里面 这是最好划分人群的方式 这是最容易造成分裂的方式 只要在破裂的时候 左派趁虚而入 就可以轻松的将他们吸入囊中 尽管在这个案件里面 涉案的全部都是白人 种族牌很明显就不适用 但是他们怎么还会利用这个借口呢 在英文中有一个单词叫做Propaganda 如果你用翻译软件来翻成中文 它会告诉你 这个词的意思是宣传 这个翻译其实并不准确 因为Propaganda的实际意思是带有坏的宣传的目的 为了达到政治目的 所以故意的往错误的方向说宣导的话来迷惑大众 把这个Propaganda发挥到淋漓尽致的 就是这些主流媒体的主持人们 左派通过他们每天在电视上向大众传递统一的信息 其中一个主持人Joy Ritt一直都是种族话题的爱好者 在庭审的时候 18岁的Kyle Rittenhouse在法庭上流下了眼泪 而对Joy Ritt来说 这个白人男性的眼泪丝毫不值得得到同情 因为这是右派的政治工具 这一夜后Kyle Rittenhouse 乱专业在Wisconsin 像个小伙伴的 Brett Kavanaugh 让我先提醒大家的名字 的名字 Joseph Rosenbaum, who was 36 years old Anthony Huber, who was 26 Gage Grosskreutz, who was only 27 years old 他只有27年, was injured 这些人,这些人 这些人应该要记得 are the people who were hurt here not the person who was crying on the stand today The judge has done everything but, you know, offer to adopt Kyle Rittenhouse He seems so clearly on his side But in America, there's a thing about both white vigilantism and white tears particularly male white tears really white tears in general because that's what carrots are, right? They carrot out and then as soon as they get caught it's like, green waterworks White men can get away with that too and it has the same effect Even as the right tries to politicize the idea that masculinity is being robbed from American men by multiculturalism and wokeism they still want to be able to have their tears 如果要说歧视的话 我从来都没有见过 任何一个人 比他还歧视 他这样煽动仇恨的言论 每天都在电视上 循环播放 一切的事实 在他们的口中 都被反转 好像镜子里面和外面 呈现出相反的图像一样 现在极端对立的 两种意识形态的交织 在培养和影响 完全不同的两类人群 这两类人群 各自有不同的观念 对相同的事件 持有截然相反的看法 左派在创造一个 衡量对错的标准 这个标准和法律无关 和良心无关 和信仰无关 和事实无关 只要谁提出了反对意见 就要被禁言 被惩罚 因为只有他们说的话 是事实 是真理 是爱 但是事实上 真理只有一个 不是左派 而是神 神的话语才是真理 是在任何情况下 都完全正确的指南真 那就是神的话语 圣经 圣经读起来 非常的有意思 但是就是很难 想象到真实的场景 很难把它从书本变成立体 迦南美帝旅游公司 给我们大家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机会 现在就可以报名去以色列 去看一看圣经中的经典场景 去看看耶稣祷告的克西玛尼园 去走一走摩西带领以色列人 出埃及时走过的路 下面我们就来看一看 还有哪些地方可以去 诶 Eason 你想不想去旅游啊 想啊 听说最近以色列有效的控制疫情了 政府从11月1号重新开启了旅游大门 我超想要去耶路撒冷的 真的啊 好啊 那我们就要找一家行程最棒的旅游公司啊 我知道 我推荐洛杉矶唯一专精圣地以色列耶路撒冷的 迦南美帝旅游 他们在三月份有一个圣地之旅 去以色列圣经中提到的重要景点 耶路撒冷的枯墙 耶稣祷告的克西玛尼园 坐船由加利利湖 住在死海度假酒店享受漂浮的乐趣 去圣地旅游回来之后 好多人都说 哇哦 我看圣经变成彩色立体的了 而且迦南美帝旅游公司这次的行程 会带大家去埃及的开罗 去趟摩西带领以色列出埃及所经过的 马拉、以林和骑骆陀登上西奈山 参观世界上最古老的凯撒林修道院 并且还去参观古埃及金字塔 晚上乘坐豪华尼罗河游轮 一边看夜景一边吃晚餐 还有精彩的歌舞表演 真的是物超所值啊 大家需要详细资料 请和加南美帝旅游的Pamela 或者是Wendy联络 电话1877-737-9937 1877-737-9937 名额有限赶快报名哦 AI News的观众朋友有优惠哦 这实在是非常棒的机会 加南美帝旅游公司是非常专业的 圣地旅游的专家 去一趟不仅吃好玩好 还能够饱览历史的痕迹 对圣经的内容也会更加的了解 感恩季节来临了 买一套行程全家一起出游 就是对自己一年来辛苦的最好的奖励 现在就打电话咨询 AI News的观众朋友还有特别的优惠哦 好 让我们回到节目当中 电视主持人Jedidia Bila 最近上了ABC的一档节目 叫做观点来宣传她的新书 由于她没有打疫苗 按照电视台大楼的要求 她就没有资格进到摄影棚里面 没有办法去直播间录像 只能够通过网上连线的方式参与节目 在节目中 主持人就针对她没有打疫苗的这件事发问 Bila就在节目中表达了她对疫苗的观点 和她自己的免疫情况 结果她的回答被主持人和现场的观众群嘲 最后主持人用禁广告的方式 强行结束了与她的对话 Okay Jed So let's discuss Let's address the elephant in the room because you were supposed to join us in the studios weeks ago but you couldn't because ABC has a very strict policy You can't get into this building unless you're fully vaccinated Everybody in this room knows that and is vaccinated but you made a conscious decision not to get the vaccine Now the CDC says a person is 10 times less likely to be hospitalized from COVID and 11 times less likely to die if they've gotten the vaccine Okay so why didn't you get it My point about all of this is that I am not anti-vax what I really want is for people to make these decisions for themselves I want every one of you to sit with your family members to sit with your trusted doctors and to say what is the best decision for me However I do oppose mandates I oppose them on the fact that let's look at the science This is a vaccine that was created to prevent severity of disease and to prevent hospitalizations Now we can have a whole debate on that in itself but the vaccine does not prevent you from getting COVID and does not prevent you from transmitting COVID Oh my goodness That's not so Come on You've been at Fox TV too long You don't have to listen to me on that You don't have to listen to me You can listen to the director of the CDC You can look at the CDC's website That is why masks were reinstated for people who were vaccinated because they said and they admitted they came out and said this for this delta variant transmission I'm going to be a thing for vaccinated and unvaccinated people I'm not opposed to the vaccine but I am opposed to the mandate 100% on the grounds of science 762,000 people have died from COVID including Manny's in-laws and I just we've been friends a long time but I just Manny's parents I just don't understand why you would choose to prioritize your personal freedom over health and safety of others I just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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don't think that we should inviting I don't miss I don't I don't this should sound very familiar to you we got to go to break and so I have to say I have to say 我非常佩服 Bella在节目中 从头到尾的表现 都是非常有礼貌 很有风度 哪怕在那么一个 被一群人嘲笑的场面下 还是坚持面带微笑 从那些左派主持人的言论 以及全场观众的鼓掌声 就可以看出 他们非常同意左派强制疫苗的政策 他们非常接受不打疫苗就是杀死别人这样的观点 在刚才的影片里面 他们说你不打疫苗就是会杀死别人 你不打疫苗就是对别人不负责任 可是他们不是最相信CDC吗 就算你不看数据 你不看身边人有多少人打了疫苗产生后遗症 但是你们的健康之神CDC已经亲自出来说了 疫苗就是不能阻挡病毒的传播 但这些全疫苗的人们可以接受的病毒 能不能接受的病毒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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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尤其是更疾病的人 能不能接受的病毒呢 那我们在我们的指数计程中 所以是他们可以接受的病毒 病毒的病毒是病毒的病毒 因为疫苗层尽头 发生的病毒 提供感写降罪产生上的病毒 的病毒和病毒 人们法接受的病毒 但他们可能会保持病毒 划除了病毒的病毒 所以如果您是否决定 病毒的病毒 人们是在发生病毒 的人们要是否有病毒 左派不是对CDC言听计从吗 CDC说疫苗不能防病毒 他们怎么就听不见了呢 疫苗不能防病毒 你强制打什么疫苗呢 不仅给大人打还给孩子打 不仅给孩子打还打错剂量 湾区的一家诊所给儿童接种新冠肺炎疫苗 剂量搞错了 本来应该是接种10微克 结果多打了一倍 一个孩子给打了20微克 接种了之后 孩子们出现了不明原因的摔倒 还有腹痛等症状 希望被打错剂量的14个孩子都能够平安健康 这些为了政治目的而推行左派政策的人是可耻的 其中一部分是明白自己在做什么 并且对目的非常的清楚 但是又有另一部分人是完全上了左派的毒钩 在德州的沃斯堡独立学区的校董会上 一位爸爸在发言的时候坚决力挺种族批判理论 他说他的爷爷 他的爸爸 他自己 包括他的小孩 全部都遭受着种族歧视 并且他还说 你们反对批判性种族理论吗 我这儿有一千个士兵 随时可以准备出击 这些人都会和这些人的问题 这些人是个人的关系 这些人是个人的关系 好疼你来到我来 和我来说 和我来说 那些人和我爹子 和我爹子 去的 努力 和人员 和我爹子 还会被感受到这个人 我来说 你来到我来说 我来说 和我认为了 看来说 这就是个人的 这就是做的 做人的 把人的 他说他有一千个士兵 我是不懂他是什么意思了 但是我听得出来 他是在威胁 而且他根本就没有在威胁笑董会 他威胁的是在座的和他意见不同的家长 他在向所有人来宣告他的受害者身份 他不仅坦然的接受左派告诉他的一切 他还把他的孩子也算在里面 他完全的接受他们全家都是受害者的身份 他认为他人生中一切的不成功 都是因为肤色的缘故 白人就是欠他们的 如果学校中要是开设批判性种族理论的课程的话 拥有这样思想的人比例会大幅增加 美国文化大革命就真的要马上爆发了 为了阻止这样的情况 新汉布什尔州在6月25号通过了一项法律 禁止公职人员对任何学生或者其他人 进行CRT的教学或者培训 一旦犯法将失去工作和执照 为了支持这样的法律 在新汉布什尔的一群妈妈们组成的联盟采取奖励做法 如果有人抓到老师违法的教导CRT 那么就会奖励举报人500美元 通过这样的方式来鼓励大家更多警醒的对待触犯法律的教育工作者 现在已经有第一位老师被抓到违法 这样的行为是值得鼓励的 因为社会独流的产生就是从价值观的建立开始 就是从孩子的教育开始 正确的价值观不是来自于社会 也并不是来自于老师的教导 也不是建立在哲学理论上 耶稣清楚的告诉我们 他是道路真理和生命 只有把价值观坚定的建立在耶稣这一块磐石上 这是我们能够在信息战中获胜的唯一方式 并且还会得胜有余 好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那今天我们的节目就到这里 愿神与你同在赐你平安 我们下次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